那很多的花友都养了谢尔兰 说是养了谢尔兰不开花 首先呢我没有诋毁南方的意思 我先给你们讲一讲 就是你们买到的一些福建的谢尔兰 到咱们家之后呢 如果说你管理不当 它会 你觉得北方的花友买了南方的谢尔兰 管理不当容易出现一些烂 就长得不好 就是花尔眉买回家以后呢 适当的用点杀菌药 适当的控水也能养得很棒 不是说不好养 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原因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就是 花尔眉养得为什么不开花 还为什么出现了那种抱筋的情况 你要在我们大棚里面呢 现在陆陆续续的在开 也是出现了这种 叶片比较瘦弱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缺水 第二个呢就是缺肥 有的话说缺水 我可不缺 我天天浇 那不行 你像空气如果或过干 它这个叶片容易脱水 湿水了之后呢 就显得瘦弱无力 本身谢尔兰叫什么东西呢 很老足 你看下面的根系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下面的根系 其实一点都不发达 我们虽然说重新给它种了 你看它根本就没怎么长根 明白了吗 它就拼命地长上面 你看上面长了好多 所以说你要明白 它这个特性 那有的话说 我要怎么避免这种事情呢 你可以适当地加一些肥料 然后呢可以适当地喷一喷水 但是呢 你尽量地别水太大了 太大了的话 像多肉类的容易烂 明白了吗 它怕冷吗 有的话说 在三度以下 有冻伤的风险 尽量地维持在零度以上 三度以上是最好 不要低于五度更哇塞了 明白了吗 有话说 我的不开花 不开花呢 就是温度的事了 它喜欢在冷凉的时候开花 还有一个呢 它是短日照 就是你别一天到晚 扔到阳台上曝晒 扔到阳台上曝晒呢 也能开 一般到了冬天爱开 因为冬天的时候 白天比较短嘛 晚上比较长 所以说呢 它也会开 也比较冷凉嘛 但是你想让它不抱筋的话 就只能干什么呢 修剪 剪短一点 剪短一点 像上面这种肥厚的叶片 你可以重新牵插 它可以获得很多盆的蟹爪蓝 明白了吗 初步 你看我们这个 扔到这个托盘里面的这种 它都会长根 比较简单的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养活的 所以说抱筋呢 是因为它是啃老猪 它有一部分呢 叫脱水缺肥 就这三个点 想让它开花 短日照 略微冷凉 也只要不高于25度 明白了吗 太冷了也不行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 一篇关于谢尔兰的一个养护 分享给了大家 我是罗海一 养护这在一 白了出发